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湖宾馆经常安排一些篮球赛 以天 中央警卫团的战士和湖北地方警卫部队进行篮球比赛 正在比赛时 主席过来了 双方队员看到毛主席来看打球 非常兴奋 比赛更加激烈 双方互不相让 互有进球 因为主席来了 警卫团的战士更渴望赢球 征球十分激烈 当时球已经在对方手里了 有的战士却硬生生的非要把球夺回来 毛主席看到了 不高兴着 因为他希望自己身边的警卫人员打得谦让一些 赛球结束后 中央警卫团的战士赢了 主席站起来 也没有鼓掌 一声不响地离开了球场 毛主席回到宾馆后 对警卫团团长张耀茨说 从北京来的同志要谦虚 你们到哪里去 人家都尊重你们 人家把你们当成客人尊重 你们不要骄傲 打球 不要老想赢人家吗 有一第一 比赛第二吗 要讲友谊 讲团结啊 要有风格 要谦让 就这样 毛主 提得友谊第一 比赛第二 这句口号就传了出去了 1971年3月 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在日本名古屋举行 当时 中国乒乓球队 以机身世界一流强队行列 日本拼协会长后腾甲二 为了邀请中国参加 不惜辞去押拼连主席的职务 专程来华邀请 当时 尽管不参加的意见占上风 周总理还是力主我队要去参赛 并亲自给毛主席写了请示信 毛主席当日就做了明确批示 照办 我队应去 要准备死几个人 不死更好 要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 中国代表团出征前夕的3月10日和16日 周温来总理两次接见代表团全体成员 并做了重要指示 其中 根据毛主席的思想 明确地提出了有意第一 比赛第二的方针 这就是有意第一 比赛第二体育方针产生的大致过程 有意第一 比赛第二作为一个体育方针提出之后 立即得到了广泛的宣 传和贯彻 1973年新体育杂志用近一年的时间 在第三期 第五期 第八期和第十二期 开辟了认真贯彻执行 有意第一 比赛第二的方针的专栏 发表的各类文章近二十余篇 在以后历年的新体育中 仍随处可见有关有意第一 比赛第二的宣传和评数 直至1978年第九期 还发表了中国乒乓球队的正确处理 有意第一 比赛第二的关系的文章 同时 各大高校的体育系科 也在教学中对这一方针进行讲授 由于得到了社会的广泛相应和重视 有意第一 比赛第二的口号 迅速响遍祖国的大江南北 质疑和弹初上世纪七十年代末 对于有意第一 比赛第二的提法 出现了一些质疑的声音 1979年 在国家体委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 有人指出有意第一 比赛第二在理论上讲不通 在实践中有弊病 有意不代表谦让 比赛一定要争胜负 不仅是要争胜负 而是一定要全力争胜负 这样的比赛才能称作比赛 之后 在正式出版的体育理论教材中 删掉了体育方针一节 1980年8月 上海队与乌拉圭大学足球队的比赛中 上海队队员报复性的踢打客队队员 有人认为奋勇还击 打得好 就此 体育报专门进行了讨论 讨论中自然而然的涉及到了 如何理解和贯彻有意第一 比赛第二的问题 讨论中 有相当一部分读者对有意第一 比赛第二提出了尖锐的意见和看法 有人就指出 有意第一 比赛第二极为荒谬 行而上学得很 不分场合统统讲 有意第一 比赛第二防卖我国运动水平的提高 在长达粤语的讨论中 编辑部共收到稿件1800余件 这次讨论之后 尽管有意第一 比赛第二仍在提倡和宣扬 只是不像以前那样普遍而常见了 1982年2月1日 国家体委主任李孟华 在谈到做好国际体育工作时指出 运动队在各种比赛中一定要努力争取创造优异成绩 扩大我国影响 一切国际体育活动都要做好有意工作 但有意第一 比赛第二的口号可不再多题 从此以后 有意第一 比赛第二从官方的报刊达志等正式宣传中 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有意第一 比赛第二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不再多题 但他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就其强调有意中于比赛的思想观念而言 至今并未过时 在体育运动时 特别是群众性体育活动中 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